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超能力 如果真的有超能力的话 想办法把他们的超能力经过培训之后呢 复制给其他人 通过这种方式来创造一个超能力战士的军队 运用于军事和间谍活动 这项计划的一个初衷啊 是因为CIA他相信像一些远程摇视 预知未然的能力 在人一出生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具有的 只不过这种能力呢 在现代社会中慢慢的都被给磨灭掉了 那这长达20年 投资了大量资金的新闻计划 他究竟研究出来一些什么东西呢 今天呢 小欧就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新闻计划中 被认证有超能力的人 第一个人呢 我想有一些中国朋友肯定都了解 就是我们的超能力大师张宝胜 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呢 中国的特异功能第一人张宝胜呢 在北京去世享年58岁 可能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张宝胜是谁 但是张宝胜呢 实际上在1995年的时候 可谓是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在超能张宝胜这本书中记录出来 张宝胜在三岁的时候 就能隔空从柜子里面 通过念力取出来糖果和饼干 人这才是真正的三岁能抬头 后来张宝胜长大之后呢 不论他走到哪里 那些不孕不育的男女 都能够喜得柜子 有一些有绝症的人呢 因为张宝胜的一些望闻问切之后 也能够痊愈 张宝胜的这个特异功能 很快就得到了中国中央的证实 随后张宝胜呢 就被调入了由著名的科学家前学生 领头创办的保密机构507所 进行一些隔墙透视呀 突破物理空间障碍等一些超自然研究 于是就这样靠着自己的一些特殊的功能 特殊的技能 张宝胜呢就获得了中国医生呀 转世活佛一些美誉 但是好景不长 在1995年的一次特异功能的表演中呢 张宝胜因为表演失败 从此以后呢 就被中共中央冠上了一个骗子的名号 很多张宝胜的追随者 就说张宝胜在1995年之后 实际上是被中共中央给血藏了 但是直到张宝胜去世为止 他一直都住在中国超自然研究院的家属院里 虽然张宝胜呢 被中国定义为骗子 但是美国的CIA可不这么认为 CIA呢也要求张宝胜参加了这项新闻计划的实验 在实验中呢 张宝胜能够隔墙看到物体 甚至可以用自己的念力移动墙后的物体 CIA还取出来一个透明的瓶子 盖上了盖子 在瓶内装满各种各样的药丸 要求张宝胜用双手不能触碰瓶体的情况下 取出瓶中的药丸 当然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CIA都是用CCTV监控把整个实验过程都录下来的 就看见张宝胜他一开始只是盯着瓶子看 瓶子就开始拒绝的左右晃动 里面的药丸开始破碎 然后从瓶子里面蹦出来 后来CIA将实验的这些视频漫放之后呢 仔细观察也没有发现到任何瓶体的碎裂 由此张宝胜也成为了新闻计划中被认可的超能力者之一 第二个呢被CIA认证的超能力者呢 他通过自己的特异功能探索了火星的过去 甚至断言说人类就是火星人的后代 在新闻计划的一份资料中有一份叫做火星探索的文件 是在1984年的时候记录制成的 大家到现在还可以看在CIA的官网上 找到这份火星探索的原文 在这个火星探索的实验中呢 CIA的工作人员就对一个超能力者进行了透视和遥视的测试 在实验一开始的时候 CIA的工作人员先给了这个被测试者一个信封 信封里面装了一个卡片 卡片上写着一个地点和一个时间 在完成测试之前 这个信封都是完全密封的 不会被打开的 而且在测试过程中呢 测试人员会给出来受测试的这个超能力者一组坐标 就是经纬度的坐标 要求这个被测试的超能力者 说出来当时在这个坐标上发生的事情 换句话说 被测试的这个超能力者首先他需要有透视的能力 只有他透视才能看到信封里面那个卡片上所记载的时间和地点 其次他还有遥视的能力 就是能看到非常远距离的地方 那个地方所发生的人和事 但是不知道CIA的工作人员到底是处于恶作剧 还是有意为之 CIA的工作人员在那个信封的卡片里面写下的时间是100万年以前 地点是火星 也就是说在实验过程中工作人员所给出的所有的地理坐标都是火星的坐标 首先给出的一组坐标呢是北纬40.89度和西津9.55度 这个时候呢超能力者说的看到了一座座类似于金字塔一样的建筑 非常的巨大 屹立在一个广阔的辽园上 还说周围有气势逼人的云层 环境有一点恶劣 像是有沙尘暴的感觉 这个时候呢看到了一群身材非常高大 非常瘦的人穿着奇装衣服在讨论着什么 接着呢工作人员就又给出了一组坐标 这个时候被测试的超能力者说他看到了一个圆形的盆地 在这个盆地周围呢有很多非常辽阔的山脉环绕着 盆地也非常的巨大 就这样超能力者被一组一组的给出不同的坐标 在给出最后一组坐标的时候超能力者是这样说的 他说他看到很多暴风的避难所 像很多房子一样的建筑 在这些建筑里面那些身材非常高非常瘦的人 处于一个冰死的状态 建筑的外面呢他看到了一个金属圆盘状的大型飞行器 有一些人呢就坐着这个飞行器离开了 感觉这个实验的描述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一样 如果这种描述是放在一些科幻电影里面 也许还能逗大家一乐 但是放在CIA的文件里面就有一点让人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实验可能会有两个破绽 第一个破绽是说也许这个被测试的超能力者 他可能一开始就已经贿赂了CIA的工作人员 就是在实验开始之前他就知道这个信封里面写的时间和地点是哪里 又或者说这个人可能他比较上一察言观色 他就知道这个信封里面写的这些内容就不普通 所以就胡说一通 但是呢我想CIA他花将近20年的时间投入大量的资金 做这样的一个实验的话 他肯定不会随便的就给出来一个坐标和一个时间 所以让人细思极恐的是会不会有可能CIA本身就掌握着一些关于火星过去文明的资料 这样受试者说出来的那些内容 CIA才可以轻松的判断是真是假 而且文件中的记录来说这个超能力者对于火星人的外貌体征的描述并没有非常的详细 所以我这笔做一个猜想 是不是说这些人除了身材比较高和瘦之外 应该和人类的长相没有相差很多 就是因为没有相差很多 这个被测试的超能力者才没有喊到很惊讶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想 第三个被证实的超能力者呢 他拥有可以透视一切的能力 CIA在测试这个人的时候呢 也是首先给他一个信封 在信封中呢画上了各种不同的图案 让这个人不打开信封的情况下 就描述这个信封里面的图案的样子 结果不出意料的 这个超能力的被测试者呢 描述的样子和信封中图片的样子几乎是一模一样 通过了第一关的测试之后呢 CIA开始对这个人进行更进一步的超能力的测试 工作人员告诉这个超能力者说 现在在实验室所在的大楼里面呀 有一个装着秘密机密文件的一个文件袋 要求在这个人不出实验室的情况下 告诉CIA的工作人员 这个文件袋被放在哪个地方 结果这个超能力者居然准确的说出了 这个文件袋放在哪一层 哪一个储物间 哪一个隔间 甚至连这个储物间的工作人员的样貌 都描述的一丝不差 对这个超能力者最后一项测试呢 是CIA的工作人员在被测试的房间的隔间呢 在电脑中输下了一串 由1和0组成了一串编码 然后呢就告诉这个被测试者 要求他说出来隔间的电脑中写下的是什么内容 结果这个被测试者呢 也是准确的说出来就算编码 连0和1的位置都丝毫不差 至于这个超能力最后有没有被运用到军方 我就不知道 不过这个超能力 应该在生活中有很多便利之处吧 第四个被CIA证实的超能力 是可以用念力来控制物体 刚才我们听到中国的张宝胜 实际上也是属于这一类了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一个魔术师叫尤里盖勒 他也是文明世界的超能力者 他还凭借着自己的这种特异功能呢 作为秘密特工 为CIA还有以色列的情报机构 摩萨德工作过 而且尤里呢 就被人们认为是可以掰弯一切的男人 掰弯一切 尤里最著名的表演呢 就是不接住任何的外力 把勺子给掰弯 很多魔术师都想破解他这个表演 但是都没有成功 尤里也接受了很多科学的实验 像斯塔夫大学的研究组 对他进行了十年的跟踪测试 当然CIA的新闻计划也要求他参与了实验 结果都证明他确实是有特异功能的 在分分钟之内不介入任何外力 就可以把铁棍给掰弯 除了尤里之外呢 CIA还发现了另外一名13岁的小男孩 叫做史蒂芬 他也有这种可以不介入任何外力 就把勺子给掰弯的特异功能 不过言归正传啊 我觉得像CIA能公布出来这些资料 肯定都是无关痛痒的 试想如果是重磅炸弹的话 CIA怎么可能会公布出来呢 而且其实除了美国之外 像俄罗斯中国等一些其他国家 都有进行这种超自然的这种实验项目 早在1980年的时候 在北京就已经成立了 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 当然这些研究的内容和成果呢 我们普通人是不得而知的 那大家到底相不相信 人是有特异功能的呢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和转发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